你本人丢了你都不知道一会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就是一般人身上口袋最多大概有 有哪些 大概有七到八种 我告诉你 您的柳扣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 首先我想问一下的是您外套 外套是死的 假口袋是死的 假口袋里面没有东西吗 没有没有 假的 接下来麻烦您面朝 我想问一下你外套里面有东西 有我我我没往里伸过 也是死的 也是假口袋 假口袋 那你偷不着 那您的身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之前的东西 有啊 手机 手机 除了手机是 哇这么大的手机 除了手机应该是没有别的东西的话 还有经常带的一个笔 有一支笔对不对 这支笔的 红色的笔 还有一个防止过敏的药膏 治疗大脑的 何老师 您的紧急性比一般人都要忘了 那是 高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下手 您还是回去 太难为我了 您拍不准什么回去 人家不跟你玩了 真有意思 何老师 您的手机不要忘了 大家要拍摄桌上 声鼓励一下 可以吗 是您的手机 我注意力很强 我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反爬呢 几百块钱的学费 在这个裤子后头 然后在公交车上被偷走 因为我当时学魔术 我觉得这个爬手跟魔术师是不是一样 手特别快 所以后来就专门去研究了一下这方面 其实跟手快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既然是这个反爬志愿者 能现场给我们讲解一下 就是一些反爬的一些小诀窍啊 什么之类的 说几点啊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 尤其是女孩子 因为女孩子她外套一般只有 两边是有口袋 所以她们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把手机随手一丢 所以呢外套外面的这个口袋 在爬手的专业术语里面叫做白给 第二个比方说 女孩子背包啊 背在胸前啊 希望不要背在后面 因为背在后面你是处在一个盲区啊 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在人多拥挤的时候 拉开你的拉链取走 第三个比方说 现在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 可能会习惯把手机玩一下 丢在桌子上爬手 转一下你的注意力 说先生您的东西掉了 看一下地上 手机在这 好 通货拿走了 人的注意力在同一时间 只能注意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 如何去防爬呢 养成好习惯 才是防爬最根本的一个措施 明白了 好 就是您现在从事这个反爬事业之后 宣传之后 有没有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收效 有好多人就是看完这个视频 他就会觉得说的是那么回事 然后他包括有很多 就是后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反爬队伍当中一些学员 多一下这样的人的话 那小偷总没地方藏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